姚宗怡教授在中国的传统文学和艺术上 都有卓越的贡献 包括学术、文学和艺术成就上都是非常之高的 姚宗跟澳门非常之有深厚的渊源 1980年代,姚宗已经受邀到当时的澳门东亚大学文学部 去做这个客座的教授 1984年,她还提出了创立该校的中国文史学部 为澳门的中国文史学研究,其实是垫下了很深的基础 她其实都很慷慨地捐赠了一批她自己的绘画作品 以及她的著作给特区政府 在她捐赠的作品里面,其实都有关于澳门风景的创作 主要是画一些来到的风景 这种原因都是特区政府考虑去设立姚宗仪学艺馆的原因 当年开幕的日期,其实就是姚宗仪教授新历的生日 姚教授就亲自来到这里为我们揭幕 当时她就为我们留下一副手掌印 这个也是目前姚宗仪教授唯一的一个手印 开馆的时候,我们有展示姚教授的作品 由一个中流志在心的展览 去年就是適逢姚教授百岁华旦 所以我们也策划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展览 叫做《君子爱莲花》 姚宗仪教授百岁华旦书画作品展 现在的学者甚至是为姚宗仪教授莲花的作品 就特别提了一个名称叫姚河 就是指姚宗仪教授在创作莲花的独特之处 和创新之处 姚教授自己曾经都说过 她自己画这个莲花 其实除了因应不同的主题 用不同的技法之外 其实她最想的就可以 画出她自己内心里面的一个莲花的形象 姚宗仪学艺馆除了展示姚教授 除了以后的艺术的艺术创作之外 其实你会看到譬如像图书馆这里 我们是特意将姚教授送给我们的一些著作 全部展示出来 供市民去在馆内阅读 这个就让我们可以推广姚教授 除了艺术成就之外 她的学术是怎样 可以体现到她的学艺相维 学艺兼修的一个自学态度 我们都开放在图书馆 一楼的港堂 给社团借用来举办一些 与中国文化艺术相关的一些 一些港座或者是工作坊这些活动 其实目的就是推动 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文艺术 遥中仪航艺馆 其实是属于澳门被平定的不动产 里面的建筑群类别的一个历史文物 里面的展示 我们是展示一些很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 这种一中一西的氛围 其实正好就可以代表澳门本身 城市发展那种中西交融的文化 魅力所在 所以如果游客或者市民进来 遥中仪航艺馆 其实我们想她感受到的 就是澳门 既有西方影响的一些文化元素 但是一进来 她会感受到 其实澳门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非常深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